由诚意、曾顺希、陈都灵等主演的武侠大剧《莲花楼》首播将至 预计将于7月18日空降开播 或能让大家重新感受一把暑期的火热 该剧精良的制作、精彩的剧情以及全员高颜值的阵容 开播后必定能让大家追剧不停 掀起一阵猛烈的武侠风 电视剧《莲花楼》是改编自热销小说吉祥文《莲花楼》 是一部非常纯粹的武侠剧 以三位男主的七半围主线 融合进了江湖、门探、探案以及种种恩怨情仇 讲述了一个非常精彩 且别具看点的武侠故事 更何况故事精彩 作品的制作同样也是不含糊 该剧的导演郭虎 曾一手打造了《沉香如谢周生如故》等一众爆款古装剧 有着出色的镜头语言和高超的运进技术 总能赋予作品一独特气质 对于讲故事 《果虎》更是一把好手 再加上《琉璃》的编剧《刘芳强势助阵》 也是让《莲花楼》制作精良 质量非常有保障 《莲花楼》的演员阵容更是星光异矣 一众高颜值的实力派 小花生、令贤 让整部剧的颜值、演技和人气啥都不缺 竞争力满满 首先就是男主诚意 帅气的外形 自带大男主气质的诚意 不仅个人演技出色 而且还以绝佳的古装扮相 被称之为靶 古装焊在身上 但男演 主演的《琉璃沉香如谢》 也都是这两年数七档的爆款 个人的角色带入赶墙 打戏流畅 绝对的实力派小生 再者就是曾顺希 和诚意一样 曾顺希也是这两年上升势头迅猛 且个人实力非常出色的人气小生 去年的说英雄谁是英雄 开年的我可能遇到了救星等剧里的表现 都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凭借着扎实的演技 总能和角色展现出非常高的适配度 让人一次次感到惊喜 最后就是肖顺瑶 虽说和其他两位男主相比 肖顺瑶的人气稍弱 但个人的实力还是非常在线的 去年的恰似过人归礼的表现 就非常出圈 五官立体 身形条件优秀 古装造型也是非常的上进 是一位兼具颜值和演技的实力型演员 其中诚意饰演的是李莲花 曾顺希饰演的是方多病 小顺瑶则是出演迪飞生 三人将在剧中携手闯江湖 化解恩怨 生死与共 三位古装大帅哥的同框 可谓是颜值一出屏幕 让人期待又惊喜 当然愣 陈都林领衔的女主阵容也是百花齐放 各个实力不俗 作为女主的陈都林 是时下绝对的人气小花 去年的一部良辰好景之几何 让其人气重回巅峰 长月静明的反派女二 更是让陈都林古装 演技双双出圈 这次在莲花楼里 陈都林将和陈亦有着诸多的感情对手戏 一身粉衣 手持常见的剧照 也是美出了天际 女二号陈亦涵 女三号王贺任同样也是我们的老熟人 且都有着甜美的外形 可圈可点的演技 算是同期小花中颇具实力的存在 这次在莲花楼里 也是和其他两位男主有着诸多羁绊 整体的表现值得期待 以莲花楼的实力和质量 在目前古我扎堆的大环境下 非常有望凭借着热血的武侠元素出圈 再加上诚意 陈都林领贤的超人气阵容 也是能让整部剧的关注度和热度有保障 一旦剧情出圈 莲花楼有望成为暑期最热的古装武侠剧 还记得2022年末开启了 《武侠新时代》的少年歌型吗 这部年终上映 承接全新一年的武侠剧 凭借着酣畅淋的打戏 让人惊艳绝伦的特效 以及李弘毅 敖瑞鹏等一众不火但有演技的演员们的 全力以赴的打造 这让少年歌型成为了武侠剧标杆 少年歌型成功以后 也让观众们看见了武侠的新未来 原来 只要导演好好拍 演员认真演 不仅流量小声来炸池汤 是可以拍好武侠的 少年歌型不仅是让观众看见了武侠的未来 也让导演看见了武侠的收视率 这部《诚意的莲花楼》将会在这个暑假的7月18日上映 与观众见面 《莲花楼》与 少哥 一样是 群像 武侠 多南主阵营 因 少哥 有着一定的相似度 可以说 《莲花楼》算是诚意承接了李弘毅的戏录 但可惜的是 这部戏如今尚未上映 却已然 魏波先被唱衰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这部《莲花楼》是改编自小说作家腾平的古详文 《莲花楼》 开启了一家名幻 《莲花楼》的医馆 在李湘怡化身李莲花的过程中 遇见了男主方多病 两人成为了朋友 而李湘怡的素敌 狄飞胜也在这时候找到了李莲花 两人的薪酬旧账 一触即发 从设定上来看 就不难看出 又是多南主的设定 以及三人型 高度碰撞了少年歌型 但最让人接受不了的 还不是这样的 碰撞 最让人绝望的是导演对《莲花楼》的角色的形象与性格的更改 原著中的李湘怡与狄飞生 是素敌意识 相互欣喜对方 算是 我想让你死 但你只能死我手里那种 这种设定与少年歌型的无心潇涩的组合 有着一定的 相似度 但是不高 可导演不知道是不是看中了这点相似度 大改剧情 碰瓷少年歌型 于是乎《莲花楼》的另一位男主方多病 形象就大变了 原著《古祥文》《莲花楼》中的方多病 人如其名 体质多病深受 心思深沉且有些优柔寡断 但到了剧版《莲花楼》中 方多病这个角色 直接被大改了 原本的多病体弱 古瘦如柴的形象没有不说 性格也从 优柔寡断与心思深沉 做事小心谨慎 变成了扎扎呼呼的热血少年 从这个设定就不难看出 方多病就是高仿的雷无杰 这就让人难以接受了 雷无杰是热血少年 是因为他出身尊贵 背后既有江南雷家宝这样的江湖老牌势力 又有雪月城这样的江湖新秀势力的支持 可妨多病只是富贵家庭的私生子 私生子的身份 体弱多病的人设 这人的人物 他怎么热血的起来的 也不难理解为何《莲花楼》还没上影 就有观众吐槽了